但你刚才也说到 其实近期资金都开始轮流炒 有些不同的板块 看会不会受惠一些政策的改变 你自己有觉得哪一样会比较成事 就是真的像有些东西 我想如果你说几个 当然近期炒过几个板块 就是科技有炒过 其实近期科技股都算是OK一点的 就是内房也炒过 车、消费率也炒过 很多都炒过 如果你说几个板块 看得比较乐观一点 我觉得车 我觉得车这一刻开始是好一点的 因为甚至好一点 当然大方向还是新能源车的 比亚迪也好 或者为少你这三个也好 大方向就一定会更加理想的 因为始终他们本身的行业性 就是做新能源车 这个更加配合到国策的方向 但是你看到近期炒作的车股 除了这些新能源车股之外 连所谓传动车股 吉利、长城等等 都是有炒上 为什么会这样 甚至以这几个传统车股的弹幅 其实是比较夸张的新能源车 如果近期低位计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想最主要就是政策 因为特别近期是说的 就是比如汽车下箱的政策 六月份 当然这个要再看了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比如在之前的 好像以乌市那边 各别都有些补贴 其实你看到这几个补贴的方向 其实现在不是说只是补一些新能源车 是你买传统燃油车也有得补贴的 所以这个因素其实是会利好一些传统车股的 因为过去曾经去年炒过很劲的这些传统车股 就是炒它转型 但是到年底开始塌塌 到这一刻来计算 就是觉得它们转型步伐慢 那么股价就要掉下来 但是如果以现在的政策方向 当然大方向是支持新能源车 但是如果短期性的方向 不是说只是新能源车这样倾斜的 是什么车都支持的 其实对于传统车企 它们的销售可能即时都会有些正面帮助 所以为什么这几天 如果你论过炒作性来说 传统车股的弹幅其实都不弱的 我想都是这个方向 所以如果你说短炒 我觉得传统车股可以去考核 但是当然过中长线 那一定是继续新能源车股 就是这个有些不同的一个部署策略 甚至除了国策之外 最主要都是看着整个行业的情况 因为对上三四月来说 当时就是担心着一些供应链的问题 令到很多车都根本生产不了 就算有需求都没用 但是这个情况随着刚才都提到 就是譬如上海 现在慢慢开始叫做复工复产 或者是逐步逐步的解封 很多的厂 除了可能车厂之外 连他们这些另部件厂 其实有些都是开始生产的 我想供应链如果慢慢能够正常化 其实五六月的一些出货量数字 有机会是好一点的 所以我想两个角度 令到整个车的板块 如果你论这一刻 几个不同的一个板块去计算 我觉得车股都会稍微提得乐观一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